日前 广西河池消防街道报警 位于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的一村民家里 发现一条体型巨大的蟒蛇 接警后 消防人员立即赶忙现场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在村民家羊圈的角落里发现了蟒蛇 蛇腹部有明显的隆起 四名消防员立即穿戴好防护装备 三名消防员利用抓蛇器和木棍 快速夹住蛇头 一名消防员将蟒蛇拖出 并用绳子绑住蛇头防止伤人 随后将蛇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中 并移交给广西东南县林业局做妥善处理 据村民介绍 当时听到羊圈里有响声前去查看 结果发现一条大蟒蛇吞吃了一只小羊 由于害怕蟒蛇伤人随即报警求助 据了解这条蟒蛇有三米多长 约八十斤 为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